我們跟Z小姐知道的已經有快十個左右,而且是超過的 朱凱翔性騷擾的這個現象已經存在業界很久很久了 今天上開這個記者會,我是想跟社會大眾說 其實他站出來真的要有很大的勇氣 性騷擾被害的我,還要受到朱凱翔的網軍跟支持者持續的霸凌 會有很深很深的無力感 在我的手上還有很多受害人的故事,他們目前不願意公佈 他們還在角落害怕戰鬥 如果朱學恒因為鍾佩勳,性騷擾他 而必須退出直播圈,退出爭論圈 就算不把朱凱翔否認的承轉預算進去 那為什麼朱凱翔性騷擾的陳芳營,性騷擾的Z小姐跟A小姐 卻可以躲起來,不用宣布退出記者圈、直播圈跟爭論圈呢? 我用了最大的力氣賺出來揭發朱凱翔這個新騷擾官犯 我知道我的勇敢可能就跟堂壁島區一樣 用力都還沒還能改變社會的現實面 就是如果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都過去了 他又從開始播,從上升論解錄 繼續大也不慘地批評 甚至繼續用他的影響力去操擾其他的女生 我想說的是 就是這個社會的悲哀 對他的右邊 就說是所以會聊天部 以及某些目前的主題 會安排隊 在某些角度上 聽說來,是在某些角度上 到來拿這張小姐 才會忘記這次詳細放器 又是在某些角度上 開放,是陰體